Hello 大家好 我是Dr.欣音 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为什么小孩子会磨牙 什么是磨牙 磨牙就是下额重复性的运动 很用力的磨合的摩擦 或者是呢 咬紧上下颜 也是属于磨牙 就像我们平常看到人家的boxer 他们每次都是咬紧 然后过后才做很出力的动作 这也是属于磨牙的一种 很多小孩子在晚上磨牙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觉得是压力 因为大人也是这样子 不是吗 这种 的声音 是不是很恐怖 其实你们知道为什么小孩子会磨牙吗 在一岁的小孩子 如果你们看到他有磨牙的话 大多数是因为他刚刚要生乳牙 这样他的乳牙在长出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新奇 因为有新的东西 这样他就会开始的去玩它 但他慢慢的在玩它的时候 就会形成了磨牙的习惯咯 在6岁以下的小孩子 研究显示有30%的他们 都是因为压力而造成磨牙的咯 这是因为他们可能才刚刚 去新的环境下学习 所以会特别的紧张 不安和焦虑 或者是入睡前玩耍过渡 这会使到我们的大脑皮层的兴奋 和抑制过程 失去了平衡 那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举结局的运动 发生一磁性的不规则的抽筋 还有收缩 所以这一个就会间接的产生了 夜间磨牙哦 10岁的小孩子呢 他们平常都是属于磨牙的高峰期 这是因为他们读书啊 上课压力而影响的 当我们说到压力 压力也有几个因素而造成的哦 就比如说第一个是家庭影响 爸爸妈妈可能把小孩子 跟其他的弟弟妹妹 或者哥哥姐姐拿来比较 这也会影响到小孩子有压力的哦 或者是弟弟妹妹自己本身啊 也会拿自己的姐姐哥哥来比较 这也会影响到小孩子有压力咯 再不然呢就是在学校咯 如果在学校功课压力大 或者是老师拿来拿他们来比较 也是一个其中的因素哦 最后呢 肯定是自己咯 有些小孩子啊 他们就自己比较是一个 professionist 什么东西都是要求完美 那也会影响到他们有压力的 那这些压力呢 就会难免形成了小孩子有磨牙的情况啦 很多人就在问 是不是磨牙就得你压力大呢 其实不一定哦 有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肯定的啊 其实是没有的 到现在为止研究是显示出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影响到小孩子 或者是大人磨牙 有些研究显示呢 其实小孩子的睡眠的quality不好 这样就会影响到他磨牙 什么叫做睡眠品质不好呢 就比如说他的呼吸不是很好啊 还是他有过度的敏感啊 这些都会影响到小孩子的睡眠不好哦 就比如说你比赛啦 你肯定是睡觉的时候就会打呼 打得很辛苦 一样的意思 所以小孩子就会以磨牙的方式而呈现出来的哦 从晚上睡觉的肌垫图观察到啊 有60%的人会有咀嚼机用力的记录哦 平均呢是大概每小时一次 但是呢如果你是晚上有磨牙的人啊 咀嚼机的用力频率哦 是没有磨牙人的三倍哦 听好是三倍哦 而且他的力道是平常人的四倍啊 这一个呢就是说咀嚼机的咬合动作 其实是一个平常的生理现象 但是他有点overactive 就是说比平常的更极端的生理反应来的哦 总的来说呢 磨牙不是因为小孩子不够钙啊 或者不够营养而造成的哦 爸爸妈妈 千万不要小看磨牙的问题哦 如果你的孩子是有磨牙的情况 那就要留意我们的下一集 我们会来跟你解释 磨牙会影响到什么问题 而且要如何解决 好就这样子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